气血不足,脸色晦暗无光,皮肤变差,看起来比同龄人衰老,对此,很多人想到的是红枣枸杞泡水喝,陈女士就是这样的养生人士,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气色好,于是每天都用红枣,黄芡,枸杞泡水喝,这是她在网上看到的方子,很多人都说有用 于是她决定试试,陈女士很有毅力,每天都坚持饮用,充满了期待,就这么过去一年,她发现自己好像并没有变好,而且还增加了乏力,厌食的症状,她有点担心,自己还没结婚,会不会是身体喝坏了 经过医生问诊,发现了问题所在,陈女士的确属于气血不足,但是气血不足有很多种,到底怎么化解,要看具体情况,若属于阳续体质,太过滋补,反而会影响脾胃运化,而陈女士恰好就属于这种情况,本应该先调理脾胃,再补充气血, 结果陈女士省去了调理脾胃这一环,盲目用枸杞,红枣等温补食材,反而把自己困住了 无独有偶,杭州的王大爷有一个养生方法,那就是用枸杞和菊花泡水喝,没什么讲究 每天一小把枸杞,几朵干菊花,用开水一泡,一喝就是一整天 只是,最近不知道是咋了,王大爷总觉得心烦气闷,浑身躁得慌,嘴巴里还很疼,对着镜子一看,长了几个口腔溃疡,连吃饭都疼 这到底是怎么了,难道和枸杞茶有关? 刘大爷带着枸杞茶来到医院,医生发现刘大爷是殷虚体质,这类人体内的筋液比较少 容易上火,而枸杞是温热的,若泡得太多,喝得太多,就容易长溃疡,晚上睡觉还会发汗,手足滚烫,眼屎增多 由此可见,即便是很常见的茶饮,在不明确体质的情况下,也不可长期饮用 若补得不对,有可能让原本的病情更重 在很多人眼里,枸杞似乎有很多保健功效 比如说抗衰老,对肝好,对眼睛好,甚至有人把它当零食吃,没事干嚼几粒 但是要知道枸杞也有禁忌 虽然枸杞是比较常见的中药,但是还是有它的禁忌的,这类人群要尽量少吃枸杞 大家在吃枸杞之前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以防没能起到保健的效果,反而给自己的健康带来不利影响 一,性情容易急躁,患高血压的人 因为枸杞有扩张血管的作用,所以经常吃枸杞的人容易上火 性情太急躁,患有高血压的人 如果在这个时候吃枸杞的话,反而有种火上浇油的结果 只会使自己的病情进一步地加重 所以建议有这种情况的人群,尽量少吃点枸杞 或者可以跟其他降火的中药,花茶一起服用 这样不单会起到保健的效果,火气也不会长上去 二,脾胃薄弱的人 脾胃虚弱的人,脾虚的人不宜过多地食用枸杞 枸杞中所含的枸杞多糖 β,胡萝卜素,甜菜碱等成分 虽然对肝脏等功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但是这些成分,对于消化器官不是很好的患者 可能会造成伤害 因为这些成分的消化,可能会给身体的消化器官造成很大的负担 所以建议处于脾胃虚弱的时候 尽量少吃枸杞子这类的食物 以免给脾胃造成负担,给身体造成不利的影响 当然,如果只是泡水喝的话,影响倒不是很大 因为这个时候枸杞当中的成分并没有完全地溶到水当中 对身体不会造成很大的负担 所以,脾胃虚弱的人不妨采取泡水的方式来服用枸杞 3.正在感冒发烧、腹泻、皮虚、身体有炎症的人 枸杞能够帮助提高免疫力 主要是因为它所含的枸杞多糖 能够帮助吞噬病变的细胞 但是这种多糖,如果是身体有炎症的患者的话 只会起到反作用 因为这个时候的身体本身就属于抵抗的环境 而本身的消化功能也不能完全地跟上 那势必给身体带来不利的影响 这个其实跟虚不受补的道理是一样的 建议大家可以等感冒 炎症等好的时候再吃狗棋子 这样才能减少对身体的伤害 也能起到保健身体的作用 比较保险的方式可以采取熬汤 泡水的方式来吃枸杞子 这样成分吸收的不多的话 对消化器官的负担不会太大 总之,吃枸杞还是要因人而异 毕竟枸杞有药性在里面 若吃得不对或过量食用 也有可能给身体带来危害 二,对枸杞的摇言说不 一,枸杞并不能瞑目 坚持喝枸杞水真的能瞑目吗 或许和你想的不一样 年轻人每天对着屏幕的时间比较长 眼睛总是干干的 除了低眼药水 很多人还想到了一招 那就是泡枸杞水喝 有的人还会用泡枸杞的热水 熏蒸眼睛 认为对眼睛好 一杯枸杞水 真的有这么大的功效吗 事实上枸杞的成分 的确对眼睛有益 比如说维A 叶黄素类物质等 但是平时泡水 总共就放那么几粒枸杞子 它真的能发挥那么大的作用吗 其实很难办的 用来补水或许很容易 但是想改善眼睛干涩和疲劳 不如直接闭上眼睛 休息几分钟 或者站起来走一走 另外 如果眼睛干涩的情况很严重 那就不要再喝枸杞水耽搁了 尽快到眼科就诊 才是正确的 植物再有效果 补充起来也是缓慢的 因合理用药 尽快干预疾病 2.枸杞能撞羊吗 真相让你大跌眼镜 老话说离家千里 勿食枸杞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老一辈的人认为 枸杞能助养补养 对男性身体有益 所以觉得 男性出远门时 不应该吃枸杞 防止精力过于旺盛 做出对伴侣不忠的事情 事实上 枸杞这种说法 没什么道理 有夸张成分在里面 枸杞的确有一定 滋补肝肾的作用 但是对生殖能力的影响很小 男性切不可因为盲目相信它的功效 而过度食用 以免出现不良反应 让自己上火 长溃疡 另外 如果想用枸杞养生 其实不用买太昂贵的 成分区别不大 但是要注意选择 若枸杞受潮发霉了 就不用再吃了 平时抓去枸杞的时候 不要直接上手 手上细菌太多 会污染枸杞 也不要当成零食吃 以免影响血糖 三 用保温杯泡枸杞水 小心爆炸 一名年轻女性 用保温杯泡枸杞水 事后十多天才想起来喝 但是杯盖却被吸住 就在她拼命拧开杯盖的时候 盖子突然飞起 砸在她的眼睛上 因为很多人泡枸杞 喜欢用热水 再盖上杯盖 杯子内部就成了密闭空间 内部的枸杞浸泡太久 产生很多细菌和气体 使杯盖被吸住 而突然打开 又使得杯盖被压力弹开 结果导致眼睛被砸伤 这位患者的教训告诉我们 平时泡茶 尽量不要用保温杯 温度别太高 玻璃杯或陶瓷杯都可以 另外 枸杞也不要泡太久 否则口味会变差 还容易变质 如果当天泡的没有喝完 最好倒掉 第二天重新泡 最好 感谢观看